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蘭 我是朵莉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我們跟MayaQ的聯名 然後呢 之前有分享過一篇穿搭紋 是第一波的穿搭紋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你可以先去看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連結先去看第一波穿搭紋 那這個算是第二波 所以呢 有些第一波介紹過的單品就不會在這邊重複了 今天我們會用同一樣的單品 然後分別搭出兩個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不一樣的風格 或是不一樣的穿搭 大家看你喜歡哪一種 因為接下來就是很多節慶嘛 就是過年 可能會想要出國啊 我們這次在色情上面是多了一點點比較鮮豔的顏色 如果你們有發現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在春天的時候穿出不一樣的感覺 比較活潑的感覺 有些單品是比較厚的 有些單品是比較薄的 就可以混搭的 我們想要冬天 春天 甚至到夏天都可以一路混搭的單品 都可以在這次的聯名上呈現 好 那我們就開始先看我們的第一套了 第一套呢就是這個前短後長的爺爺針織背心 對 它的設計呢 就是它側邊這邊有個前短後長的小設計 所以在穿戴的時候啊 我們不是很討厭就是 比如說屁股 就是比較沒有自信一點 就可以利用這個 然後稍微把你的屁股遮住 然後它前擺的長度也是差不多到大腿的上面三分之一 可以稍微把那個大腿最粗的那個肉肉的那一節修飾掉 那我是把它做的像背心式的呢 就是圓領的 我們可以單穿 或是你也可以像我們 今天我搭的是棉梯 然後大滿大的是襯衫 就很多種風格可以變化 那它的厚薄度呢 我覺得是在冬天是可以穿得住的 比如說 你冬天真的是很冷的時候 外面就搭個外套 那如果是春天微涼的時候呢 我們就單穿 這樣也可以 那它的質地呢就是後枝的棉 然後在林口的地方跟下白的地方呢 都有做針織羅紋的設計 就不會看起來這麼的單調 那我裡面搭的呢就是這個 再來一件舒適的棉梯 因為它真的很舒適 為什麼還要再來一件啊 就是你買了一件就什麼時候 我還要再買一件 對 就是百搭款的 對 而且還有很多顏色 那文章裡面我是給它單穿 那這次我就搭配在 配型裡面 就可以有很多穿搭方式 反正這種棉梯呢 反正就是還 一件不嫌多 蠻十大的 兩件不嫌多 然後它的料子呢就是比較 它稍微有一點薄薄透透的 但是不會到很透 微透膚 對微透膚 而且它非常的軟 那很軟很軟 很舒服的一件 真的很舒服 然後它裡面就是 我有配重色的那個字 像這間它是有點杏灰色 它就配紅色的字 然後你們可以去看 你說綠色我是配螢光綠的 看你們喜歡哪一種顏色 我是覺得都很可愛 下半身我就搭的是 這次的落地西裝褲 這一條是我自己覺得 這是最適合我的長度 如果是單穿拼地鞋的話 其實不太會落地 然後腰色也是非常舒適的 中低腰 它的質料呢是 西裝的那種旋放棉 稍微有一點點厚度的 所以在冬天穿我覺得OK 然後在春天穿 我也覺得你會穿得住 我喜歡這件它穿起來那個垂坠感 對 它稍微有點 垂坠感的那種削放 走路會稍微有點帶風的感覺 而且它是 不太容易皺的材質 所以自己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它後面呢 有一個夾口袋的設計 就是來修飾我們的屁股 就是大家都擔心屁股穿起來不好看吧 所以這件穿起來是不會的 好我搭的是完全 跟大力有點不一樣 但也有點像 因為我也是搭落地褲 然後一樣用灰色的 針織背心來做穿搭 然後我在裡面搭的是一件襯衫 就是我喜歡這種針織背心搭襯衫 那種有點學院風 有點復古的感覺 我喜歡 然後我的褲子是搭這一件 坑條的那個落地針織褲 這一件我非常喜歡 而且大家應該是說買回去的人 我有聽到一個 feedback 就是他們說穿起來很舒服 然後170穿起來會落地 因為這件長度真的比較長一點點 但如果你的身高比較跟我一樣比較嬌小 你可以穿高腰一點 或者是你想要折下來也可以 褲館這邊有做一個開叉的設計 所以穿起來我覺得是蠻有氣勢的 有一點小小喇叭 但是它其實是直筒的 我覺得收拾那個 腿長的比例的效果非常的好 很喜歡這一件的質地 它有一點扎實的針織 所以穿起來呢 你不會覺得好像帥褲 好像很沒精神 因為它是蠻挺的針織 所以穿起來是好看的 好然後第二件是爆紋的單品 因為這次我們各出了一個爆紋的裙子 雖然是一樣都是爆紋的 花紋不一樣 然後剪裁也不一樣 也給你們參考看看 首先是我的 我的這一件呢 它是比較長一點的裙子 然後呢它的細節就是在於它高腰的部分 這個是這個腰結的部分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它做的特別的寬 因為你這樣穿起來你就感覺 欸你的腰好像從這邊開始 不是從這邊開始 你的腰從這邊開始涮 對 偷偷多了大概 五公分長吧 這看起來腿會變超多長 對 腿長加了五公分 所以我就叫它氣勢落地去 那這件我穿一五六公分穿 是稍微到腳踝的位置 可是我覺得它可以穿的落地也很好看 所以這件我覺得比較不挑身高 就算是一五零我覺得都會很好看 那我今天是搭配的是 這個爺爺扣的針織上衣 這件也蠻受好評的 因為它外型就是很復古 然後跟一般的毛衣不太一樣 就有點像那個POLO3的感覺 但是我們的POLO3那麼有點 鬆鬆的感覺 就比較慵懶一點 因為毛衣嘛 就是稍微比較慵懶一點 就是復古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 然後它的木扣呢 是配的很可愛 就是稍微有點虎博紋的感覺 的木扣 然後它有三個 你可以打開或是全扣 看你想要哪一種風格 一般的袖口跟下白的地方 都是有輪紋設計的 就是它不會太包 可是稍微就是收起來比較 感覺整件就是蓬蓬可愛可愛的感覺 然後最可愛的是呢 它這邊旁邊呢 然後我們有做反縫份的設計 所以會感覺 欸好像更隨性 就平衡這個POLO3有點太正式的感覺 嗯 那穿起來會比較有 呃 特色也比較有設計感一點點 不會覺得都是素素的 嗯 然後外面有搭了一個外套 而且這外套已經 買不到 已經賣完了 但是覺得很好看 想說我再來搭一下 瘦完一瘦 瘦完瘦 對然後我這是咖啡色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有三個顏色 不然我也想要全包啊 白色我也很喜歡 現在好像都沒了喔 還是紅色還有 紅色還有 這件就是意外的很保暖耶 這件超保暖的啊 對因為它裡面有加那個內裡的設計 嗯 然後外面又是毛泥的 就可以擋風什麼之類的 而且穿起來我覺得很有精神 因為它的布料是很硬挺的 對很帥 然後我喜歡它就是 復古的銅扣啊 這些扣子設計 然後它除了這邊有個正面的那個 翻的大口袋之外 它側邊我還有 小口袋 對它可以放東西的口袋 所以它總共有四個口袋 就非常的實穿 好接下來呢 分享我的豹紋的穿搭 豹紋型穿搭 然後呢我的豹紋型剪裁是直筒的 對 然後跟你剛剛穿的那件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的版型是 比較A字散狀的版型 對 所以如果我覺得呢 你是比較在意你的 臀部啊 那種問題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版型 會比較適合你 對 那如果我覺得你是身高比較嬌小 個子比較小小 想要穿出一點可愛感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我這個版型 然後我的豹紋啊 我是選比較小豹的 如果你覺得豹紋太狂野了 你害怕你沒有辦法駕馭豹紋的話 你可以選我這個 因為它有點遠看 有點像小碎花了 但這個就很明顯就是豹紋 然後我這件雖然是宅館 但我後面還是有做一個開叉設計 所以你走路啊什麼是不用擔心 是蠻好走的 然後裡面有加內裏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你如果穿 還是建議你穿無痕一點的內褲啦 畢竟它比較順身一點點 但是其實它不會真的很貼 也不會很掀你的屁股 因為它我裡面有加內裏 所以穿起來不會 就是突然好像屁股又翹了出來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OK的 我有加一些 心機的小收拾的東西 我這件也有內裏唷 所以基本上單穿都是OK的啊 OK的 然後我的上半身是搭 我這次覺得必買前三名的小莉領 針織毛衣 這件真的很美 它的版本 下面還是有做一個這個 這個叫什麼啊 針織羅文 就是針織羅文 它在寬版的 就穿在剛剛你的腰這裡 我覺得很可愛 對 然後袖子我們做的比較偏長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像我這樣反則 但我覺得顧折也蠻好看的 這件穿起來我覺得非常好看 我覺得必入手的前三名 而且我覺得它的領子雖然做小莉莉 可是不會給你樂樂的感覺 完全不會 就是剛剛好的 而且這件版型漂亮 就是它下白的地方 你穿起來的時候 它是有個很漂亮的圓弧的形狀 有點小弧度的感覺 反正這種 基本框就是很好搭啦 你想搭什麼牛仔褲啊 也可以啊 仔裙啊 落地褲啊 什麼都是OK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的話 是必入手前三名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嗯哼 我也自己也非常喜歡這件 第三件是 極簡翻裡 這有穿真正外套 是我們這次 第二款外套 然後是長版的外套 反正它是很長的 我身高是158啦 然後穿起來大概到小腿度的下面一點點 然後呢 這件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它的翻力 就是我想要做一個比較隨性的感覺 所以它是簡單這樣翻的 但是它翻過來之後 你們不用擔心說 它會自己再翻回來什麼的 它就會穩穩在這邊 如果只是穿一件洋裝 你就披霜外套 就覺得很時髦 或者是褲裝 牛仔褲都可以 然後顏色的話呢 我自己是選綠色的 如果你不敢挑戰這種 牛仔褲顏色 對牛仔褲顏色 還有出這種 薪銀色 還有深藍色 還有橘色 漂亮的橘色 這件外套其實沒有算是非常的厚 我覺得比較適合秋天或是春天來穿 然後在裡面搭配的是這件雙衣 這次我非常喜歡這件的設計耶 這件他們說一看就這樣是你的style 這是我設計的啊 就是我想要有一種 是襯衫 但是又不要太像襯衫的樣子 所以我就把襯衫的領子拿掉 我把它改成圓領的 但是一樣保留它的釦子的設計 然後呢 在下擺的地方我加 就是漱口設計 其實這種可以收縮的設計 就直接縮好之後呢 你就不用擔心舉手啊 然後它就跑出來啊 或是塞的不好看不會塞 你只要綁好之後 它自然有個型在那裡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方便 搭配的褲子是這件 格紋褲 我這件好像也賣完了對不對 好像只剩下白色了 對 就是卡其跟灰色好像都賣完了 它的質料是舒服的 我覺得算是偏薄 但是冬天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你沒有很怕冷 但是春天是完全ok的 它沒有非常的厚 對啊 到夏天好像也蠻ok的 而且質感是舒服 我覺得穿起來很 有點輕膚的感覺 我有特別選過這個布料 在皮帶的地方 你也可以加皮帶來穿 嗯 我有加這邊腰結 有加厚一點點 稍微修飾一下 如果你在乎小腹部分的人 這種就是比較寬的腰結 就很適合你 然後褲管啊 我有打一個折 它是 對它夾反折 它是不可以拆的 但如果你身高在比較嬌小 我有看到有人反折起來 再反折是ok的啦 不會很明顯 那我的也是 有帶了另外一個顏色 就是杏色的這件 這件是我最想穿的顏色 就是非常好搭 這件應該是大家 會比較熟選的顏色吧 那裡面我搭的就是這個 襯裙的洋裝 然後我搭的是這個戒黃色 這件呢你就可以把它當成襯裙 或是像我剛剛那樣單穿 當成洋裝也可以 性色我比較不建議單穿 因為稍微會有點透 但其他的顏色 我覺得都可以單穿 可以單穿 我們就會把它加一個口袋 因為洋裝就是要口袋才方便 這樣很方便欸 那我是直接把 嗯 肩帶這個長度調成最短了 已經是最短了 所以如果你是 比我再高的女孩啊 你可以再把它放 它還有這麼多空間可以放 那可能就是 你裡面要搭 棉梯或是一些 寸的搭第一 對對對 那後面是有這個 拉鍊的設計 所以穿脫 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它的布料 是很有垂距感的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它不是那種輕輕飄飄 然後感覺很廉價 那種地方 就如果你單穿洋裝 不會像睡衣的質料 然後還有很多小貨 我覺得這件 連孕婦都可以穿 或是你去那種海島國家 就這樣 然後裡面它會比基尼啊 或是照衣穿的 對對對 就很好看 所以這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穿的單品 最後一套 就是我們現在身上穿的 珍織長版洋裝 呀 它也是出了很多鮮豔的顏色 像 除了我身上的紅之外 還有一個 橘 亮橘色 黃 黑色 然後藍色 然後跟它身上這個 有點 有點像 星星灰灰 有點紫紫 然後有點灰灰 就是這顏色很特別 嗯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你們可以幫這個名 這個顏色取個名字 在下面 會蠻特別的顏色 但像這種就是 單穿我覺得就很好看 因為我很喜歡它這個 有點稍微微微 大V0的設計 你可以拉成斜尖 你可以拉成性感的斜尖 但也可以就是正常穿 正常穿 然後因為有點微微 就可以稍微修飾你的臉型 大看之下 素素的 其實在這邊有很多小細節 對 有一個 露空的設計 在袖子這個地方 就是稍微有點小心機 那之前的長度 我穿是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大概會在 腳踝的位置 你就可以搭配跟鞋 或是看你來 因為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長度 我還是會搭球鞋出門 嗯 對 那它的厚度呢 我覺得在冬天穿也是OK 在春天穿也是OK 它不會特別的薄 所以它不會 呃 就是我那種洋裝很擔心 會貼屁屁 顯屁屁那種問題 不會 這件我覺得很修飾 單霜沒有問題 這布料滿舒服的 因為我裡面完全沒有搭內搭 對 完全不會刺膩 我算是肌膚比較容易 感覺到刺刺 但這件完全不會覺得有刺的感覺 對 然後在下白的地方 我們也有做開刷的設計 所以周期路來是很方便的 也不會讓你覺得好像整件非常的笨重 對 如果你不習慣穿這麼素 然後就是 長綁 One Piece的洋裝出門的話 想要多點層次感 就是OK的 或是運用一些飾品 來做搭配項鍊 然後戒指耳環 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好的 今天就分享這些單品給大家 希望有解除大家疑惑 然後沒穿給你們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對 然後這次的款式 每個款式 我都會放在資訊欄下面 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也可以點進去那個連結 直接去觀看 或是直接去購買 那我們這次的單品 都是瘦完不追的 因為剛好面臨就是 換季的問題 因為追一家可能要一到兩個 因為那些外套 你追到已經 天氣變秋了 你也不會穿 所以我們這次瘦完不追都 不然我們也是很想追啊 對不對 好 這次我們所有的穿 大家都是穿S號的 那如果有什麼半型 偏大偏小的問題啊 其實在官網 沒有這個官網的 商品的敘述欄裡面 都會有被解 我的身高跟體重是 156公分43公斤 我是158公斤43公斤左右 給大家做參考 那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任何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們都會看 或是回覆給你 對 那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 然後按讚 就這樣啦 下次見 bye